大家好,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烦恼自己人生当中的婚姻大事 结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件比较有压力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女方都会要求买车买房 而且彩礼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因此现在很多中国男人把目光转移到国外去 那么在国外去老婆的价格是多少呢 那就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众所周知,日本姑娘美丽细腻,非常的受人喜欢 很多男性朋友都觉得如果能娶到一个日本老婆是件很幸福的事 对于日本姑娘来说,她们就特别地注重婚礼的仪式 一场普通的婚礼,少说也要20万左右 除此之外,想娶韩国姑娘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虽然她们不注重南方,要有车有房 但是韩国的家庭非常注重礼金问题 因此她们会提出高额的理财以前 男方大约需要花费30万元左右 而说到中国就更毫无疑问了 今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提高 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所以中国的彩礼也在不断上升 女方不仅要求男方家有车有房 而且还需要一份丰厚的彩礼 因此也被称为全球娶老婆碎贵的国家 对此很多网友表示,现在的状况 这婚没法结了 即使有许多想结婚的男同胞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也要望而却步 忍不住让人感叹,作为一位男同胞实属不易啊 本视频素材源于网络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达达,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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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